庞浦 大家好 我是庞浦 太开心了 凤凶秀大会办了四季 终于有人生出孩子来了 太开心了 我现在真的百感交集 我是总决台唯一参加了四季 脱口秀大会的朋友 我在这个舞台上感觉到了 很多很多很多的变化 我感觉到最明显的变化 就是审美的变迁 第一季的时候 不惭愧地说 长得帅是我的优势 大家看到我 这小伙子长得挺精神 还会说话 哥们当时是吧 实力大花瓶 但我不知道这两年发生了什么 就是大家的审美 就突然间开始猎奇了起来 就去年广志来的时候 大家还是 天呐 这是啥 今年智盛来了 天呐 天外有天 孩子好好吃 孩子好吃 怎么还跨成故事了呢 你知道每次 尤其是智盛 从这个通道出来的时候 我感觉观众就有一种 被枪指着一样 不得不孝的紧迫感呢 我第一次看什么 我说这是什么喜剧原理 是吧 后来想明白了 暴力丑穴 真的 智盛给我们太多压力了 连广志都开始焦虑了 是吧 广志有一天拉着我说 哥哥 就咱们这些帅哥 以后是不是就没有活路了呀 你说之声还在安慰我俩说 没事 这个长得帅 治不好 也就是说 它是一种矩症 我自己讲 脱口秀这几年 真的是短短几年 但是起起伏伏 去年疫情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完蛋了 你知道吗 就是即便是后来演出开始恢复 情况开始好转 我们上台也要戴口罩 做核酸 当时就是情况 就是但凡有一个人健康码黄了 是吧 整个行业就黄了 明明我们就是讲个笑话 干出一种刀尖舔血的感觉 每次上台我看到观众 我都跟自己说 今天一定要好好演 因为我知道 台下做的是一群为了快乐 可以连命都不要的人 后来也是情况都在好转嘛 疫情也在缓解 然后脱口秀也慢慢好了起来 一度我们的票都很难买 对吧 还有观众来问我 说我的票买不到 说质问我 你们是不是跟黄牛勾结 你们是不是把票都卖给黄牛了 你这个演出 庞氏骗局 我个人真正体会到脱口秀真的火了 是去年有一次演出 我发现 连王思松都来看我们的演出了 我心想 连他都需要我们来给他提供快乐了吗 他是怎么抢到票的 那一天我真的很震惊 我上台前 我们的剧场工作人员才告诉我 他们跟我说 校长来看演出了 我说啊 谭永林来了吗 而且我会控制不住 有很多的那种胡思乱想 就是如果我今天演得特别好 他会不会收购这家公司 如果我演得特别好 他会不会把我从这家公司买出去 如果我演得特别特别好 他会不会把我从这家公司买走 然后收购这家公司 然后把这家公司送给我 你知道那天 那天他坐在我们剧场后排 大概这个方向的一个角落里 我已经是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脱口秀演员了 当我那天回看我表演的录像 我发现平时我是对着正前方演的 那天我稍微往这边偏了一点点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力量把我扭过来的 可能就是资本的力量 大家上学都学过经济学对吧 市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 你过来 而且我能感受到自己内心的摇摆 我都能看得出来 我在做一个职业脱口秀演员 跟做人的本能之间的摇摆 所以我有的时候铺垫还是刻意冲着这边讲的 但我没有一个梗错过过 我那天的表演特别神奇 全都是 你们说徐志胜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喜剧原理呢 我想明白了 暴力宠学 那天李丹也在 那天晚上 是我2020年一整年 第一次看到李丹 火力全开 展示自己的搞笑天赋 我之前都快忘了他是个脱口秀演员了 感谢那一天 让我想起来了 原来领校园也可以懂脱口秀的 我这个梗就得是都拍灯了才能讲 我这余光就一直在看 但我觉得能讲脱口秀真的是我们这群人的幸运 我仔细想过 没有脱口秀我们可能真的会饿死的 你想 我们这个讲笑话的破技能 我们在大街上连要饭都要不到 毕竟你们看到我们这么乐观 对吧 应该是没有人会可怜我们的 而且乞丐真的是太多才多艺了 我仔细想过 我们这群人如果真的去要饭 大概也就王勉能勉勉强强养活自己 对吧 行行好吧 因为我不想上班 所以 我们一定会一直讲脱口秀的 能陪大家走过四季是我的幸运 大家愿意陪我走过四季 更是我的荣幸 谢谢大家 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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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尾的好感人啊 喜欢彭博的观众朋友 不要忘记为他投票 三 二 一 请锁票 彭博说了一个获奖感言 真的是 是一个行业发展的盘点 对对 回顾 是是是 总结与展望 是吧 还让大家继续走过四季 抢了领导的魂 这是 庞博以前得过一回第一名了 是不是 第一季的时候 这一季如果再得冠军的话 那就又 我又得了第二议会冠军 我好棒 废话文学 谢谢各位 没事没事 没得了 可以不咬 没有 我只是特别期望能有双桌冠这种感觉 这件事出现 因为他最后说的他走过四季 其实还是挺不容易的 对 因为从第一季到现在脱口秀 最开始 然后大家看到这个节目 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 我觉得是 他走过这四季 也是脱口秀这四季的感觉 对对的 真的好多人喜欢这个节目 对 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